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 一出魔幻现实宫斗悬疑剧 朴槿惠闺蜜干政 目前正在韩国上演 昨晚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 举行近万人的集会 要求朴槿惠下台并查明事件的真相 检查部门当天则对朴槿惠 多名现任和前任助手的住所和办公室 进行了突击搜查 带走了一些电脑文件还有移动设备 据最新消息 韩国总统办公室称 朴槿惠已经接受了身边幕僚的集体辞职 其中包括幕僚长 总统府秘书室主任李元忠 昨晚韩国上万人聚集首尔市中心的 青西川广场 举行大规模烛光集会 要求朴槿惠下台 参加民众将广场两旁的 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手取这些有 弹劾朴槿惠字样的标语牌 齐声高喊口号 还有人戴上了朴槿惠和崔顺石头像的面具 以此表达抗议和不满 参加集会的民众 一度试图向青瓦台总统府行进 导致民众与警方发生对峙 除首尔外 昨天釜山 卫山 光州等地 也分别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活动 另外当天朴槿惠多名身边人的私宅 遭到韩国检方的突击搜查 其中包括青瓦台首席经级秘书安中范 总统私人秘书丁浩成 文化体育观光部次官金钟 朴槿惠演讲稿前写手赵银根 以及青瓦台新媒体政策室前任官员金汉朱 韩国检方计划于今天对总统府进行搜查 2021世纪 中文化体育